大家好,我是阿米,欢迎收看看跨境者阿米的阿米秀 据介绍,Kogelinks结型国际重磅推出透明优想计划 所有客户都能享受首次入涨60天内提现零费率 由于中行市场加汇率政策 客户月均入涨30万美元 还可享受全平台、全店铺零费率政策 作为互联网创业老司机和跨境行业支付老将的老秦 他是如何看未来三年跨境行业的发展趋势 有哪些机遇和挑战 有哪些建议给到行业的从业者 这里边,我认为老秦他们抓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切入点 就刚刚我们开始讲的说 你见证过了互联网支付的跌宕起伏 哪个风投创过业 对于我们今天的国内电商的朋友来说 公报一体的朋友 出口的朋友来说 包括国内零售朋友说 其实今天就是做一个再创业 但是再创业的时候 大家都希望在不确定性里面找稳定性 那今天的平台其实很成熟 要么去日备 苏卖通 拉美的各种各样的平台 欧美的平台 其实平台已经有很多成熟的人才 机构 运营所有东西很近了 但是在不同平台去卖的时候 我不能把我原来的生意丢下 我有传统的出口 我要做OEM 我要做OBM 我要去做卖货 我要去做品牌 我还做分销 我还有国内的这些地方 就是我怎么样把这所有的场景 能够稳定的 安全的去做创业 我认为这个是接下来在2022年开始 对所有的无论是物流 资金 营销 就是你在一个多渠道多场景的时候 你怎么样确保用户的一些痛点 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 我觉得你们今天提的这个关键点很重要了 对痛点其实就是 行业确实它在多元化 多元化的话 它的资金的进出 也可能是多元化的 但是在多元化的一个场景下 我们如何能让他们把这个事情做的简单 这就是我们想拿出来的一个方案 在多元化的基础上 让它做的简单 这句话怎么理解 就是 大家就是说 这个老秦你能不能给我报 一年省一百万 行 赶紧赶紧找签商号 省钱我们已经 我们已经击穿了底价了 实话说 省钱已经搞定了 那简单这个事情怎么理解 简单就是多个场景 是吧 你的收 是吧 我们在打通各种平台 包括像拉美的像美克多 包括还有一些其他的像 WiFi 很多的一些平台 我们都支持多平台的收款 然后包括你的独立站 是吧 一些海外的一些各种的收担机构的 一些资金 我们也可以帮你做收款结会 是吧 这就是一个整合嘛 然后出金测的话 我们也在打通各种的 是吧 你金融售信公司 我们也帮助买家说 哎 可以给他多售信 500万美金 600万美金 当然有些体量不错的卖家 我们跟我们跟我们的一些金融的 合作商 我们 因为我们系统是做接口的 一些对接嘛 他是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 他会更加可信的给他做一些金融 那个金融的塑性 我们也帮助一些卖家 拿到几百万的美金的一个融资 OK 就是一个借贷啊 然后包括很多时候你新手卖家 你进来 你想去很多多平台的开店 我们可以帮你做很多的一键开店的服务 我们整合了很多的开店的一个平台 然后我们也整合一些像出口退税 是吧 像外中服务 是吧 这样的很多世贸通的一些企业 你可以通过我的系统 最后把这个钱打到他们的指定账户里面 去帮你去完整退税 这一点很重要 对 这就是我们在做的一个列路的整合 就是如何让卖家把这个事情做得简单呢 就是我们把很多复杂的事情交给了我们自己 我们把底层的设施 做了很多场景的一个串联 最后让卖家你们自己拿到的一个体验 就会更加简单一些 可能大部分卖家对于刚刚老秦讲这段话没有什么太大理想 简直好像在背书 我翻译一下卖家喜欢听的这句话 应该就两个星期前 广华南的一些朋友问我 说阿米你天天讲那么多能不能把这财税合规跟上面再反映一下 我们卖家现在生意不好做 汇率今天变化 平台利润低 我们很多卖家都想开始去走退税 国家可以退税支持我们 但是我们做不了合规合法 我说当然了 你们这里一谈那一谈那一谈那一谈 国家想给你们退税 退不了啊 你的账 兄弟 你的账是一盘烂账 我怎么给你退税啊 他这很无奈 他问我 那怎么办 我说要么就自己回到源头 先把这个公司做了 做合规 要么去找能够帮你在现有的场景里面去做整合合规的这么个公司 其实国家有很多的政策 你看我们今天讲的跨境的新势力嘛 国内电商的朋友 公贸易体出口朋友 零售的朋友 其实这三拨朋友他们对于出口退税这个事情的认知 比我们原生于跨境出口电商的朋友是要高的 不一样 确实不一样 不一样 就是我是B2B出身的 B2B然后出去做国际零售 我们很清楚 在整一个出口里面 我们有相当多的利润就是出口退税完成的 但是今天的卖家 他没有经历过外贸那个阶段 你在国内 他也没有经历过国内电商 有高新科技 反点这个科技 所以他可能说 我现在利润很薄啊 三个点 两个点 一方面老秦帮我省了一百万两百万了 但是老秦帮你还能帮我再挣点钱吗 所谓的钱剩钱 我说有啊 国家有一笔钱在那放 但是你得完成合规 是的 就是可能你在你自己的列路里面 走出去走一些退税的时候 可能会可能有些的机构 他会有点担心 但是呢 通过我们的列路 已经走下来之后 其实已经 我当我们跟跟那个一些退税机构 已经打通以后啊 他过去的这样的一些款项 包括他的对于你的一些基础的一些了解 已经解决了 这也是为什么像这种持牌的机构 是吧 我们去做这样资金的一个 你把资金交给我们来做一个收款服务 它的一个好处吗 我特别记得就是有个不同人曾经问我一问题 说国家为什么现在越来越鼓励用人民币 来收款到中国境内 我说因为大家国家希望大家去做长久的正经生意 国家不仅仅是说奠记着你那个三瓜两爪的这个税 所得税 国家更希望你们要好好做生意 把中国的产能输出去 但是我要给你支持的话 你得把我 你得把你的账给我看明白啊 你给我提到这一点 其实我想说一个 可能大家之前都听过的一个 一个东西叫输入人民币嘛 对 其实我们像国内那一块 随心负责是 是可以说人民银行在输入人民币的这个推广 跟试点的一个模块我们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核的伙伴 你们啊 这个东西很有用 但是跟跨界整个的结合我们其实也在看 就是现在的可能有些小的思路啊 但这些思路可能还没有完全成型 就将来确实有可能我们会帮助很多卖家 通过输入人民币可能做一些这样的打通的动作 当然这个事情确实还是在一个早期阶段 非常早期 但有一点我是 我们具备这个能力 这一点很重要 因为其实卖家说实话 你很多外汇 你进出资金结出 像现在目前行业大部分人会说 可能钱在香港 例如香港 居多 放一个小小的资金词 一部分的钱打到大陆来 日常的运用 但是长期来说 虽然说目前没出什么大的乱子 但始终你很明显这是有隐忧的 新品牌战略下多渠道融合产品出海已是常态 大中小卖家们重回到同一起跑线 从右边形特种战士到八边形特种分队到全能军团 跨境电商指挥越来越多 想用轻方式快速撞打机会死路一条 提升能力边界的军备竞赛 已经全面展开了 阿米跨境智库开甲 三人我施舍广州战 第五期开口 新品牌战略下多渠道出海运营工具服务丢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